正当世界各国努力防毒COVID-19疫情时 全球拥有约75个据点的卡内基 只有台湾驱客成人正常运作 都要归功台湾的防疫有成 但是这样还不够 被誉为华人卡内基之父的黑洋龙自信的说 记者会里有医生、官员 但里面缺少了一个角色 就是每天用一分钟 鼓励大家打起精神来一起携手度过 到底黑洋龙如何在这段期间 鼓励所有的CEO、中小企业老板们挺过难关呢 今天就让每日商业带你一起一探究竟吧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凯西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是2020年5月11日 廖元凌所撰写并刊登在荆州刊的文章 黑洋龙这个名字是台湾卡内基的活招牌 也是父母近年来教养子女的活教材 知名度已是两岸三地 无人不知无人不想 很难想上眼前这位近八旬的老先生 竟然是引领台湾区连续27年拿下全球卡内基业绩 第一纪录的领导人 连台积电欧亚业务资深副总和立梅 中钢董事长沃朝栋等知名企业家都是黑洋龙的学生 名气积累的他其实也走过不少回的创业低谷 回首17年前的SARS风波 当时他正大举在大陆拓点 山东、浙江、上海的业绩因此一度严重下滑 面对这次疫情的来势汹汹 黑洋龙认为正式翻转的机会 遇到危机其实是有机可循的 各位观众你准备好了吗 黑洋龙卡内基训练开课啰 第一课 用聆听激励团队 黑洋龙认为领导人要与工作伙伴们共渡难关 得先从聆听开始 以一个真实故事为例 美国Rockwell Automation 洛克威尔自动化公司的总裁 每周都会随机挑选五名员工一起吃中饭 一开始员工们都很抗拒很紧张 直到他们慢慢发现 总裁认真听取他们的建议 将建议成为公司调整政策的方针 改变了员工当初的心态 而且开始期待这顿饭局的到来 整家公司的气氛也都跟着改变了 员工更加的齐心协力 老板的压力跟焦虑也都变少了 黑洋龙指出 经理人CEO往往缺乏机会 聆听员工们的想法 应付危机的积极做法 反而该反过来思考 有没有可能因为危机 公司能变得更好呢 而且人才是重要资产 宝贵经验是一时半刻换不来的 黑洋龙强调有能力的企业 是要与工作伙伴继续打拼 一同开辟新的道路 再来是第二课 设想最坏的结果 身为一个领导人 仍然是有情绪有压力的自然人 每当我们遇到烦恼 常常不管问题的大小 都会觉得世界末日来了 只想着完蛋了 我该怎么办 这样的困境 黑洋龙其实也曾经经历过 15年前 一次因为哈佛大学的邀请 前往学校演讲 当时的黑洋龙相当兴奋 一下飞机就忙着联系 却没有注意到 手提箱已经被扒手拿走了 等回过神发现 他的护照、机票、照相机 全部都在里面 当时的他真的吓坏了 但黑洋龙惊觉 他能运用卡内基的原则 先问自己最坏的情况是什么 就是申请新的护照 跟航空公司挂失机票 后来想想好像没有想象中这么严重 于是他当下就没有这么焦虑了 接下来黑洋龙一一打电话 试图改善最坏的情况 想不到竟然让他意外的与当时驻美代表处的老朋友重新联络 也让他学习到重要的一刻 就是压力是能够透过方法被克服的 再来是第三课 成功的人常在困难中找机会 这是最重要的一堂领导课 也是黑洋龙的切身体悟 当年已经40多岁的他 迟迟无法在工作上找到热忱 因此陷入了低潮 辗转在美国的报纸上看到卡内基的报导 黑洋龙就鼓起勇气拨打电话 想不到接听电话的 正是卡内基机构的总裁柯朗 搭起了他一生与卡内基教育的缘分 基于分享热忱 黑洋龙过关斩将的 把卡内基教育引进台湾 更在一次风灾意外 原文教材全毁的刺激之下 开启了中文教材授课的大门 尽管当时没有资金 没有股东 加上黑洋龙只有三个人 但一转眼就拼了30多个年头 还转型开创全球唯一 青少年卡内基训练班 更点燃了中国大陆 马来西亚 香港的业务 黑洋龙不尝试的说出他的成功心法 当时他没有为自己找借口 尽管是在人生低潮 反而愿意冒险尝试 他也坦言 当时的他如果没有踏出这一步尝试 就没有现在的他跟台湾卡内基 尽管疫情来行 许多餐饮业 旅宿业遭受冲击 但黑洋龙认为 从旅宿三强 老爷 云朗 和凯撒团结起来 推动联合通用券 餐厅转型卖外送的迹象来看呢 是各产业正在开创新的可能哦 引领团队走过平均中小企业的存活年限 更影响将近40万人 过去他写了20多本书籍 但30年来是第一次执笔写下关于领导力的书 记录他不平凡的领导之路 他说自己就像种子般 还要持续在这块土地上往下扎根 用自己的经验引领更多人发挥引导力 黑洋龙因着中年失业 因缘忌讳下让卡内基进入到他的生命中 从此就对卡内基充满热情 他就好像企业们的纾困中心 帮助他们解决领导 内部组织等问题 我想他若没有真正经历过低潮 也无法找到他一生的热情所在 好的 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我在想如果当我80岁了 也会想要像黑洋龙一样 对自己的工作不离不弃 而且依然保持有热衷的态度 就连国际巨星王力宏 也曾在杜拜上过他的课 让他流连忘返 希望回到台湾之后呢 他还能够继续上课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 对他来说只要心中的盼望 没有被消灭 转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找到你最爱的工作 当然如果看完这篇文章以后呢 让你对卡内基产生好奇跟兴趣 那就打铁秤刃赶快去尝试吧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 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的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十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